做个纯糯米的麻糍 蒸笼垫上蒸布 浸泡了三个小时的糯米 放入蒸笼 戳几个透气孔 盖上盖子 把蒸笼放入锅里蒸25分钟 等待的过程顺便熬个红糖浆 烘手的炭火刚好可以用来熬糖浆 看,火力十足 放入少许的水 搅拌融化 熬至出现好多小气泡就可以离火了 把桌面洗干净 我要露一手了 蒸好的糯米晶莹剔透 糯香十足 把它放在桌面上开始捏它 就这样按压就行 按压成粘在一块就可以了 现在趁热把它捏成一个一个的 形状可以随意捏 捏好后就可以下锅煎了 煎至两面微黄就可以出锅了 淋上刚刚熬的红糖浆和店里买的一样好吃 也可以撒上黄豆粉 外酥里嫩的特别香特别好吃 我做这些讨讨讨讨订ved 沙得更多爽意捏 感谢观看